学生要知道上学的日子 上班族要知道上班的日子 圣徒要知道礼拜的日子 上帝吩咐遵守的礼拜的日子是哪一天呢? 《出埃及记》二十章八节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 上帝特地区分出第七日 并吩咐我们遵守安息日 因此,我们必须要在上帝吩咐的安息日遵守礼拜 上帝为什么吩咐我们遵守安息日呢? 《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三节 你们勿要守我的安息日 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 安息日是上帝与百姓之间的证据 因此,当我们遵守安息日时 就会得到成为上帝百姓的证据 那么,第七日安息日按现在的星期制度来看 是星期几呢? 首先看一下日历 日历中一周从第一日星期日开始 到第七日星期六结束 因此,因汉慈害中也明确规定 星期日是第一天,星期六是第七天 天主教会堪行的书籍中也有安息日是星期六的记载 看一看有义务遵守主日为圣日的例子吧 这当然是信者最重要的义务之一 但圣书中对此没有一处明确的记录 圣书的安息日不是星期日 而是星期六 最后确认一下 圣经是如何见证的吧 马可福音十六章九节 过了安息日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 相同的章节 在现代中文一本圣经里记录为 安息日一过星期天早晨耶稣复活后 过了安息日是星期日的话 那么,星期日的前一天安息日是星期几呢? 是星期六 因此,圣经见证安息日是星期六 但是,有人主张安息日是旧约律法 在新约时代 我们应该在耶稣复活的星期日献礼拜 那么,耶稣也遵守了星期日礼拜吗? 没有 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 耶稣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不但如此 耶稣受难于十字架之后 相信耶稣的使徒们还是一如既往地遵守了安息日 使徒行传十七章二节 保罗照他素长的规矩进去 一连三个安息日 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 耶稣受难于十字架之后 使徒们仍旧以耶稣为榜样遵守了安息日 因此,我们也要以耶稣和使徒们为榜样遵守安息日 我们遵守安息日会得到什么祝福呢?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谁可以进入天国呢? 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 所以,按照上帝的旨意 遵守安息日就能去天国 希望您通过遵守第七日 星期六安息日得到进入天国的祝福